我们应该都很清楚,会说话是多么厉害的一件事。这里的会说话不是指大,加能说出自己想表达的意思,而是通过一些好的技巧来达到教育等意义。 要知道会说话的人,很多时候可以游走在各个势力之中,影响很多人很多事,就比如历史上苏秦平借着自己的一张嘴,影响了当时国家的更替。 还有三国时期的诸葛孔明,经典的势力有两个,一是让两个国家组成联盟,二是能用语言把人气死,这样方便也都清楚语言是多么的厉害了吧。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些我,我非常有名气的教育家,洪老先生,他这一生有三千的学生,虽然有一些依然默默无名,但是也有很多背后世人一直记得,后来孔子去世,他的学生们整理了他生,前说过的很有道理的话,编成了一本书,大家从小到大应该都接触过。 我们知道孔子的学生里,有像孟子这样的好学生,也有一些顽固,不听话的学生,但是孔子毕竟是位品德非常好的老师,所以即使被学生气到了,顶多也是批评一句,就像历史上有名的那句话,九木不可雕,这句话表面上的意思是,坏了的木头是不能雕出来好看的图案的, 甚至都不能用来雕刻,而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,可能大家都不怎么知道,后面那句的意思是用粪,土做的墙壁是没办法去粉刷的,也就是粪土之墙不可污也。 后面这句话可以说非常的不好听了,毕竟形容词都用到了粪便的地步,有人就很好奇,到底哪位学生让孔子契德说出这样的话? 答案揭晓,他就是载宇,其实载宇不是不聪明,相反他的智商很高,也很有才华,口才方面也是很出色,后来他成为了孔子的学生,最开始还是很努力学习,认真听老师话的学生,只是因为他本身思想很独特,所以后来就经常气到孔子。 古代人对于孝是非常重视的,一般父母去世,子女要守孝达到三年,但是载宇则不认同,觉得一年就可以了,所以当孔子跟他说需要守孝三年,他非要反驳说一年,就把孔子给气得够呛,其实孔子对载宇还是很重视的,毕竟载宇是个很有才华的人,只是时间一长, 他就发现了载宇身上的毛病,比如有一次他上课时载宇并没有来,后来经过寻找才发现在,宇在自己房间睡觉呢? 这更是让孔子看不惯,才有了上面那两句经典的话,这样看来,那些德性高的人,即使被气成这样,还是没有做出不得体的行为,但是这话却感觉比打别人一顿更有分量。 虽然说孔子对载宇很失望,但是他毕竟是个很聪明的人,所以最后还是成为了一名很优秀的学生。